發生在新北三重的祖孫三代滅門命案 二十四歲兇賢張旭女婿 昨天中午在台中落網 隨後就被押回新北市三重警分局做筆錄 晚上依規定是停止訓問 而在今天上午十點以送檢方偵訊 一起來看一下稍早畫面 有什麼像的金錢 像的壓力嗎 還要請人來洗衣服嗎 好 可以看到兇賢在面對媒體 包圍詢問 包括為什麼要殺人 你坦誠犯案嗎 是懷疑妻子出軌才動手的嗎 嫌犯都面無表情 沒有做任何回應 而涉嫌犯案的二十四歲張姓男子 案發之後是抱著愛犬糯米逃往台中 被警方掌握行蹤之後逮捕到案 經過警方初步了解 張姓男子疑是因為懷疑三歲的妻子歪遇 再加上和六十九歲的岳母 有四十萬的金錢借貸 先後是殺害了妻子與岳母 還有三歲的妻子 並將三人的遺體放置在臥室 以棉被包裹 而張姓男在發案之後 是搭乘白牌計程車離開現場 逐致前往板橋火車站搭車 前往台中 而昨天是在台中的西屯區 某出租探訪落網 張姓男子被彈捕時 態度十分冷靜 上午是移送至新北地檢署 接受偵訊來持續釐清 整起命案的詳細內容 以上就是Gito所掌握 我打的這件事情 將時間鏡頭交換給彭尼主播 全部人的散發 詳細內容 是要遺體的 照片 全部人的散發 在這件事情 對 唸